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各位同工牧者大家平安 我是蔡长城传道 也是今晚的主持人 首先要感谢上帝 让我们能够举办今晚的 如何抵挡这个异端 特别针对东方闪电 以及全能神教会的座谈会 其实我要代表主办单位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还有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 中文部校友会 欢迎大家的出席和参与 那我们都知道 近来各方闪电 又称全能神教会呢 这一端呢 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而且近来他们也很大胆 盗用各中派的名称 在面子书上注册他们的账号 比如说马来西亚 这个未理工会 还有马来西亚巴社会 还有华联基督教禁系会等等 那他们这样做就好像狼 披上这个羊皮 进入人群 然后呢就是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做破坏 不但如此 他们也在面子书上 还留言 不但在我的面子书 可能也在你面子书留言 跟你做朋友 出现在你身旁 好像很属灵 让你防顾圣防 所以我们都要警惕 警醒 甚至知道要怎么样抵挡 这个异端 这次今晚上我相信 弟兄姐妹 勇业参与 线上 这个 线上 这个交流会的原因 那 今天我们很开心 也很感谢上帝 因为 有现任 马来西亚圣经 神学院的院长 李明安博士 以及 飞格传播 创办员 这个 林志光 传道 他们愿意在线上 跟我们谈谈 怎么样来抵挡 一端 免得受迷惑 李院长 你好 好 你好 李院长 你最近 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跟一端有关的 要不要告诉我们 这个新书的名字 还有什么时候出版了 其实这本书 是在2005年 出第一版 这个已经是第六版了 真定版 有加上东方闪电 和全能神 好 谢谢 李院长 想请问 你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研究 有关异端 这方面 我是在1976年 信主的时候 就被耶和华建政人 找上门来 开始对这个异端 就开始留意 但后来进入神学院 80年进入神学院的时候 就特别开始关注 就特别开始关注和研究了 好 谢谢 谢谢院长 我们想来认识一下 第二位的讲员 梁志光传道 梁传道 而且在这个DVD的小字主题 他帮我签名 帮我签名 而且拜他为师 可是他去了美国 深价我就很失望了 然后我等他回来 就认识他 然后一直跟他交流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讲员的介绍 那今天晚上我们很开心 因为两位讲员 都有很好的研究 和很多的经历 那可以帮助我们 怎么样有效去抵挡 还有去防范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 整个座谈会呢 是60分钟 一个小时 从开始到结束 那前面八个小时 将会有两位讲员 为我们主讲 每个人有15分钟 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视频 很短的视频 后后我们就进入 有这个Q&A 问以答的这个环节 所以因此呢 当你们在聆听讲员 在讲的时候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提问 请你们在YouTube上 可以写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会尝试回答你的问题 好 首先我们这时候 一起重新来祷告 仰望给我们的上帝 请他来带领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重新祷告 感谢上帝 让我们有机会 今天晚上举办 如何抵挡 这个义端的座谈会 我们祈求天父 你是恩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整个线上的机会 能够顺利地进行 你也使用你的仆人 李明安博士 和梁志光传道 愿他们多年的研究 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 可以帮助我们 按真理来理解 也知道怎么回答 谢谢你 愿你识恩给我们 整个过程的机会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首先我们请李明安博士来主讲 好 谢谢 好 那我相信 最近这个新冠 这个肺炎 提醒我们 这个末世很快就到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末世的异照 我们都特别关注 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4章 有记载当时的门徒 他们也来问耶稣 有关这个末世的异照 那耶稣当时的回答就特别提醒他们 要他们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他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的人 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所以耶稣首先是提醒我们 要谨慎 要防备有假基督来迷惑许多的人 过后耶稣才谈到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谈到许多的天灾人祸 那过后呢 主耶稣再一次的提醒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而且要彼此陷害 彼此的恨恶 并且还有一些假现实起来 还要迷惑多人 所以不论是假基督 或者是假先知 他们都同有一个动机 就是要迷惑许多的人 过后耶稣基督就继续讲到 有许多跟末世有关的情况 那过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算是第三次 或者再三的提醒我们 警告我们 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 或者基督在哪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呢 将要起来显大神迹 大骑士倘若能行 连决民也就迷惑了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包括在这个选民里面 那使徒保罗也特别警戒我们 叫我们不要做小孩子 免得我们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意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所以刚才我们的主持 也特别提到 最近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 他们真的很明显是用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上文告诉我们 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众人一定要在真道上 同归以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正道上 我们同心合意 来抵挡这些的异端邪说 那下文也特别提到 我们也必须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那这里爱心说诚实话 那英文翻译成为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意思说用爱心把真理 或者纯正的信仰讲出来 我想如果跟十四节上文所说呢 就是当我们发现 有人被这些异端邪说 所摇动 所影响 你跟我就一定要用爱心 来把纯正的信仰来告诉他们 那我多年前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叫我们要小心翼端 特别是东方闪电 又名全能神 当时我还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 他有怎么样的危险 那后来我也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 这个是披着羊皮的狼 那这里讲得好 这个狼虽然他伪装成为羊 但是他还是狼 这里特别提醒就是指这个东方闪电 如果我们注意看 他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名字 来迷惑人 那这里说当有基督徒 我们要小心 这里所谓的基督徒 一定是这一些东方闪电 自称为基督徒 而且那些受他们影响的时候 如果跟我们谈起三部做工 全能神 你基督 或者基督第二次到成肉身 这就是表示狼已经准备对你开口了 所以我们要加倍的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方闪电 或者是全能神 他们在基要信仰上 有非常大的错谬 今天我特别要提出 提最主要的四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他们反对三一论 那他们反对三文一体 他认为圣父变成圣子 然后圣子又变成圣灵 而且他们主张呢 神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名称 那他说现在这个时代 是国度的时代 耶稣那个时代是恩典时代 那所以这个国度时代 神的名字就叫做闪电 或者全能神 而且他们神相信 唯有相信这一位的闪电 就是你基督或者全能神 才能得救 那这个我是借用他们的视频 我主要的心意是 英文说 We let them for themselves 不然他们会以为 我们误告他们 这个是他们 所呈现出来 有关这个三文一体的 你看神的名更换了 你看到吗 律法时代是耶和华 恩典时代是耶稣 现在他们说国度时代 就是全能神 那这个神大的错谬 我们要从圣经真理来辩证 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 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 有关三文一体的真理 尤其是新耶圣经 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六十七节世纪 在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 圣灵仿佛各自降在他身上 而天父上帝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业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圣子圣灵圣父 是同时存在的 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 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清楚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要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那哥林多后书 十三章十四节 是一般上 我们祝福的时候 带出这个 三位一体的真理 不过我要请大家 跟我一起来留意的 就是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捐衔 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看见 如果一个人要蒙恩得 成为上帝的儿女 必须要相信圣父 圣子 圣灵 如果拒接三位一体的真理 很肯定是不能够得到救恩 而且也很明显 是很严重的异端 那并且第二方面 他们很严重的错谬 就是有关耶稣基督 再灵的这个谬论 他们之所以自称为东方闪电 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 第24章27节 那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 已经提到 马太福音24章 耶稣基督再三的警告 我们要谨慎 要防备假基督假先知 没想到 他们竟然乱用 或者滥用 同一章的27节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他说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所以他们就直接 乱解圣经说 这个闪电就是人子 人子降临就是这个闪电 而且东边就是中国 因为他们引用旧约的以撒亚书 第41章第一到第二节说 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人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们 他们乱解圣经 说这个东方一定就是指中国 然后又滥用 耶利米书31章的22节 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要附会男子 他竟然用这样的经文 来证明说 这个再来的基督 是一个女的 是这个女基督 或者闪电 或者全能神 那同样的 我也是用他们的视频 你看他们 是用这个 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 而且他们说 这个话 已经在肉身显现 那我们从圣经真理来辩证 那因为马太福音16章 耶稣基督亲自说到他 将来他要跟众使者降临 那《帖善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8节 也是我们常常用来安慰的 就是有提到耶稣基督将来降临的时候 是从天上降临 不过我想最明显的 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 第10节跟11节 这里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这班门徒们看着的时候 他们望天的时候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来 你看这些经文都这么清楚说明 将来耶稣基督他要降临的情况 但是这个东方闪电 这个全能神呢 他们完全违背了圣经的记载 那第三方面也是非常严重 就是他们竟然反对圣经的权威 因为他们相信 这个你基督或者全能神 竟然上临了 他有这个权柄 揭开启示录所一言的那个小书件 那个书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全部都作废了 而且他甚至要人 要他们的跟随者放弃圣经 认为圣经是摩西 还有其他者想象出来的 不是圣灵的启示 而且已经过时了 因此他们鼓励人 不要相信圣经 也不要阅读圣经 我甚至听说呢 那他们在他们的发源地 他们神之大圣经 焚烧圣经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神之他们要人 原来他们的目的是 要人相信他们的经典 就是东方所发出的闪电 而且他们刚才有看到 是化显现在肉身 而且他们也一直改他们的名字 他则说是羔羊所揭开的书件 不过他们常常以神的第一人称 根据其他一些纪要信仰 但是本身又困杂了这些 回教的轮回观念 还有民间宗教的万教归义的学说 那这个也是他们的视频 他们说国度金王出现在东方 那这本书就是他们 所谓的这个书件 他说化在肉身显现 那我们从圣经真理来辨证了 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 跟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相信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十八节 也特别提到那些强解圣经 乱解圣经的是自己沉沦 所以我们不要受他们迷惑 我们一定要在主基督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不过我想要请大家注意的 特别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跟十九节是讲得非常清楚 上帝的话也很清楚告诉我们 如果有什么在义言上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那这书上的义言如果有人散弃什么 上帝不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诚 散异他的份 所以你看这个东方三天 全能神和其他反对圣经权威的这些异端 他们真的是公然违背圣经的教导和警告 那听着他们在这些基要信仰上的偏差 也造成他们行为上的偏差 所以第四方面他们一个很大的错谬 他们很自然就分门结党 他们将人分成有五个等级 你想他们认为最高级的 他们都是神 而且是神在创立以前就生的 都有审判而咒诅甚至刑法的权柄 这个肯定是指东方三天 还有全能神的主要领袖 然后第二呢是正种植 就是那些顺服你基督 并且愿意为这个你基督 奉献一切财务以尽力的信徒 所以他们的同工他们的领袖 那再能看来以为他们很有爱心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财物 还有他们的精力时间奉献 他们用很多爱心说很多人不会分辨 受他们影响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第三呢 他们的指名是他们认为是透过神的发声 达到标准的这个东方闪电和全能神的信徒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在听的会中 大部分应该是属于第四种是效力的 就是一般只信耶稣 不信你基督的人 那时候呢将会轮回再度做人 不过要为全能神来效力 不过我相信我个人跟梁志光传道 我们肯定是被他们看为是最低等级的 因为我们不但不信你对他们来说 我们有抵挡到底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荣活里受刑的 所以他们的观念当中 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宗派 我相信这里他所指的宗教是 特别针对基督教不同的宗派 已经沦为巴比伦大臣 而且他们自认全能神的教会 才是末后的方舟 其他所有的宗派 所有的教会都不得救 洪水来的时候 大家都要灭亡 那所以在这个分门结党当中呢 我们看到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很清楚 就告诉我们凡借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 我们就得到这个成为上帝的儿女 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盼望如果你能够背的跟我一起来背 而且我盼望如果当中有这个东方闪电 全能神的这一些信徒 或者受他们影响的也在场的 盼望你们背的时候 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回归圣经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而菲利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以弗所书第四章 使徒保罗说为主被求的千里门 要借力保守圣灵所赐何为的心 为什么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有一个子王一神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个使徒信经里面说 我们信圣灵宫的教会 我们信圣徒相通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特别谨慎 不要被东方闪电全能神 这新一波的网络来诱骗 我们大家一定要在灵里警醒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梁志光传道 在多年前上帝就使用它 来制作了这个东方闪电 异端中的异端 我相信上帝要使用梁道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晓得怎么样 能够有效地来 不但分辨 我们来应对他们 来抵挡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 哈喽 大家好 其实在2011年 大概早期的时候 这个东方闪电异端 还没有很全面的 入侵马来西亚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在香港了 因为东方闪电的来源 来自中国嘛 所以他们就很快地 跑去香港教会 影响香港的教会 他们干扰 还有潜入 香港的教会 然后我是在香港 读神学的 然后2011年的时候 我刚好毕业 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 出版商的社长 他要求我制作 纪录片 怎样帮助香港的教会 去反泛这个异端 那么其实我拒绝他了 因为不关我的事 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问题 只是香港的问题 因为香港也有很多 制作公司 我没有这个料 其实我逃避 我怕 因为他们很恐怖 听说在中国就是谋杀了 所以我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忘记了这个事件 然后有一天忽然想请 这个香港人对我的请求 应该是森林的提醒 然后我就有这个感动 就在Facebook那边查了 原来一查就看到 马来西亚 周霍那边长老会 有一个教会 post了一个照片出来 他通知全马的长老会 要小心这个人 在CCTV拍到了 他已经来到基隆坡了 我一听就很紧张 所以我就立刻 找基隆坡的长老会 有没有这个问题 他说有啊有啊 他已经潜入我们的长老的教会 所以我就立刻的去 找本地的教会 收集资料 然后我又飞去香港 收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在我先讲 马来西亚几年前 他们会怎样 他们已经来到 马来西亚的教会了 他们会潜入在马来西亚 这教会大概三年到六年 他们会在里面 办成很爱主的一个会友 然后呢 牧师讲到呢 他会很用心的听 抄笔记 然后牧师讲到完 他说 哇感谢主 牧师你讲到真好 然后他每个星期都会注意到 教会有哪一个新人 牧师说 谁是新人 大家急着我们欢迎你 然后东方闪电就会注意了 哪一个是新朋友 然后教会说 我们教会有福音车了 载你们新朋友回家好不好 然后这个东方闪电一端 就跳进去 那个福音车那边 然后再看 你住在哪里下车等等 然后下个星期就来探访你 我也是在这个教会的 你喜欢包饺子的 你喜欢炒这个棉膏的 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所以就这样堂贴 慢慢慢慢的 就影响 弟兄姐妹 然后就偷扬 然后呢 教香港也是 他们应该 有很多防范的方法 所以我就去拍摄 还有访问那些牧者 叫他跟他们说 要帮助我们 马来西亚的教会 所以呢 香港就很特别 有很多握底 长路 浅路 香港的教会 其实我 这个制作呢 也有一个 访问到一个握底 这个是很危险的个案 我访问到他是因为 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个 很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打球 一起生活 等等 我们一起学习 然后他跟我说呢 其实他六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呢 就离开他 跟楼走啊 就是跟男人 离开 丢下他一个人 真的很惨 所以呢 他说他很想找回 他的母亲 饶恕他 因为有一天 他 这个我的朋友 会做传道人 他要饶恕他 他要孝顺他 哇 我听了这个很感动 所以有一天 香港的一个电视台 基督教电视台说 哎 我人 我们要 帮香港人 完成他的梦想 所以我就想到 我的朋友的 这个梦想 所以我就 帮他 安排了一个摄影队 去找他的母亲 所以果然 真的找到了 找到他母亲 所以我的朋友 非常感恩 就是我成了 他的寻母的恩人 所以呢 我去香港 吃什么 要玩什么 住哪里都没问题了 因为我帮他 太大的恩了 然后呢 有一天 我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 我在马来西亚 他说 哎 James 我的母亲 姓主啦 还在一个 正统的教会 聚会的 我说 哇 感谢主啊 没有见那么久 原来是姓主了 一个月后 他跟我说 James Chana 我的母亲是 宣教部的 东方闪电 专门在前线 在正统教会 抢羊的 异端分子 哇 我已经 很伤心 而且我的朋友 也很难过 就哭了起来 所以呢 再讲回头 我拒绝了 要做这个 去做 但是神一直感动我 一直催避我 然后呢 我回去香港呢 就找我的朋友 再跟他母亲说 我要访问 你的母亲 当然我的朋友 也是基督徒 他就很愿意 让我访问 但是他的母亲 拒绝 因为他说 这个教会 我们的教会 很秘密的 在家庭聚会的 所以他一直拒绝我 但是我最后 我跟他说 你一定要帮我 因为我曾经 帮过你 我帮助你 找回你的宝贝儿子 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 所以在神的安排下 我真的顺利 能够访问到他 他承认 他的有很多手下 在马来西亚 而且呢 他们呢 有很多 类目的消息 都被我 全部录起来了 官民正大的录起来 然后 他怎样偷养 用什么手段 然后他们是 怎样牧养的 怎样偷养 慢慢 也是用圣经 也是用 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但是慢慢慢慢 他会说 这本圣经过时了 我们再拿 另外一本出来 是追信的 这是刚才 冤长所说的 那本 画在肉圣写线 等等 所以呢 他们是 相信你基督 已经来到 所以我就问 那个 我的朋友的母亲 我可以见 这个女基督吗 我可以拜 拜见她吗 她说可以 我可以帮你安排 哇 我听到我也 自己也很怕 真的 他们非常相信 然后他们相信 女基督 第一次耶稣来 是男的 第二次来 是女的 所以第三次来 你会知道 是什么性别 所以我们不相信 圣经没有这样说 然后女基督 来呢 是要 做收美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 耶稣基督 他做的工作 不够好啊 做不漂亮啊 现在女基督 要来 收美啊 做 拿那个 首尾的工作 错了 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 在十字架 最后一句话 说 成了 耶稣的救恩成了 而且他 升天坐在 天父的右边 右边 就是 坐下 就是完成了 这个救恩的工作 是血下 所以 对不起啊 不需要 你来 收美 救恩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我做了这个过后 这个DVD 有一天 东马 卫理工会 就打电话 给我 那个联谊会 他说 不得了啊 教会 已经在 参全了神的 司歌 快点 把你的DVD 送过来东马 我说 哇 那么事太严重 我就不卖DVD了 我就把我的DVD 放在YouTube 变成很多人的 教材 教会的教材 我也感谢 马胜 院长 这个作为教材 还有其他神学院 也使用 我去到槟城 有一个姐妹说 我就是看了你这个DVD 然后有一天 东方闪电真的找我 我就快快的 跟我的牧师讲 然后牧师呢 就跟她对职 跟那个一段对职 最后赶她离开教会 所以我感谢神 这个姐妹 救了警戒教会 有伤害到 但是不止于伤害 整个教会 所以呢 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也好 都是讲 华语 大陆人 你不要以为只是 大陆人 大陆人一定是一段 不是 也有很多爱主的 但是现在呢 在香港 已经有香港人 道地的香港人 读过 教育的 是香港人 马来西亚也是 马来西亚有本地人 马来西亚人 教补习的 教肝琴的 潜入我们的家里面 还有我听说 有一个达定的 达定是一个一段 所以 你不要以为一段 东方闪电 只是影响牧者 对不起 你不要以为 只是影响 促信徒 其实他也是 要影响牧者 他最好看到 教会瓦解 就是影响 先影响牧师 传到长老 然后整个教会 都被影响 所以 初信徒也要小心 但是 初信徒是 顺手牵扬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看着 我们的牧师 因为在香港 在中国 尤其是在中国 他说 某某地方 有什么 赶鬼啊 或者是要探访啊 等等 牧师就过去了 然后就忽然之间 那边就绑票牧师了 或者有一个 勒索他们 等等 很多禁锢他们 等等 所以中国 很恐怖 这个异端 在中国很恐怖 然后在香港 有一帮香港牧师 几年前 他们去大陆 中国那边开会 整班牧者 被人家绑票 所以马来西亚也是 尤其是 蓝的传道 牧师你要小心 弟兄姐妹 看着我们的牧师 不要让他有这方面 陷入 很多牧师被 拍罗照了 在中国 等等 然后就 勒索他们 所以这个 不管是你 应不应俊的 他要 影响到教会 他要 弄到教会 瓦解 在香港 也有一个牧师 他就是 20年了 做牧师20年 牧养20年了 也是被 舞蹈 被误导 然后真的有 带了很多人 离开教会 最后 有香港很多牧者 都救他回来了 所以 感谢神 上两个星期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 有假冒 卫理工会 金星会 还有 社会的 Facebook 所以我 非常着急 因为我是 在这方面 一直关注的 今天他会 冒充 卫理工会 明天不知道会 冒充什么中派 所以我就 在我的范围里面 我就发动了 要反击 向Facebook 举报 我做机构 做了十多年 我钱不多 但是我的网络 很多 所以我就 去带动 反击 我的学生 牧师等等 全部发动 叫他们 要举报 所以我感谢神 到了第二天 全部冒牌的 都倒台了 全部被打倒了 所以我感谢神 不只是我的功劳 我只是做回 我的这个部分 你以为 卫理工会 可以乱乱 用这个名字 我是卫理工会的 这个 一端 太 凶恶了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在 媒体方面 social network 在新媒体方面 或者前路 是真实的人 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呢 我们不会怕 一端 我看到 哇 这个教会的力量 非常厉害 我们教会 正统的教会力量 非常厉害 不同的宗派 联手 反击 所以一端 你不可以低估 我们正统教会的力量 因为我们教会的头 是耶稣 我在跟你们讲 每个月 大概 有两至三百万的 search google search search 耶稣 因为呢 很多人在找耶稣 但是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教会 你们知道吗 真的 search的呢 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 东方闪电的耶稣 莫门教的耶稣 还有全能神的耶稣 所以 我们在这方面 真的不够他们了 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都长期的 在吃他们的灵粮 看他们的文章 看他们的视频 见证等等 所以呢 我教你要怎么 blog他们 你们先去 这个 这个也是 马来西亚威力工会 萨劳业 华人联谊会 资讯传播部 制作的database 你可以check 某某人要加你 成为好朋友 你要check 他的成员的名单 网页也是 例如 Amazing Grace 奇意恩典 这个网络 是不是 一端 你就放进去看 他有帮你 check那个 网页 还有那个 Facebook的 community 还有apps 你也可以 check 他是不是 一端了 所以这个呢 一直update的 他们做到 非常好 然后呢 最新的update 是4月4号 2020年 所以里面 除了东方 闪电 还有其他的 一端 你放进去 看 就知道 他们在 不站那个 list里面 然后呢 怎样 分辨 这些一端呢 他们的 脸 都是 遮脸的 折面的 等等 如果这些人 要加你成为朋友 你当然不要 加他们 但是你也先不要 block他 你要先看 他有什么 mutual friend 因为呢 你要通知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不知道 要做手腕的工作 所以呢 先通知他们 通知了过 你才 拉黑他 才block他 所以呢 我就是 做很多 这方面的工作 有时我们的 教会的领袖 我们弟兄姐妹 也不知道 所以 这个工作 就是我一直在 提醒 而且呢 他们来自 大陆人 这些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了 而且 他们都有 很新的 Join Facebook 在旧年 去年 或者是今年的 他们的 颜色 都是很鲜艳的 所以教会 不要用这些 颜色的东西 你知道他们的特色的 我们的金拜佳美 不要用这些 图片 而且 他们的 就很像 很中国了 他们的图片 也有他们的特色 很多他们的 里面的内容 都是从 这个 一端 的这个 画在 肉圣形 那边 超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 以为这个是什么 亮光 它一直跟你讲 一直影响 你就会帮助 你希望你 洗脑 然后慢慢 你批评教会 批评 牧师 然后就 这方面 开始慢慢 影响 所以 如果要更详细的话 你可以去 费格传播的频道 看这个 YouTube 好 我的分享 就是到这里 谢谢 好 我们要谢谢 李明安 院长 还有 这个 梁志光传道 给我们 不管是在 真理 层面 或者是 在实际 生活 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都了解到 原来 一端是 那么可怕 可恶化 甚至他们是 很有策略性 想要来影响 我们的信徒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更小心 那这时候 我们要来看一看 一个短片 一个见证 是由 林俊雄 长老 告诉我们 他个人 曾经 怎么样跟 这些 所谓 东商 播放闪电的 信徒有联系 过后呢 他们 他的了解是什么 以及后来 他为什么要离开 等等 我们一起来 欣赏 谢谢 讨论圣经上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到 他是全能神的信徒 因为他们所说的问题 以及对圣经的解释 都跟过往 我所接触到的教导 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去 稍微了解了一下 才发现到 原来全能神 是个异端 但是我在想 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也是教会的长老 我是不会受他们影响的 而且我也能够 透过这一次 跟他们接触的机会 能够明白 他们所用的计量 那么我也能够帮助 弟兄姐妹们 对这一方面 有所的提防 所以我就继续的 和他们 有深度的讨论 所以当他们 发觉到 我的立场 很坚定的时候 他们就邀请我 参与他们 网上的课程 希望借着 他们的导师 来影响我 不过 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发觉到 他们会在 不知不觉当中 影响你 让你对神的 怀疑 产生怀疑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我就立刻的 以他们断绝 所有的关系 把所有的 全人神的朋友 全部的删除 在这里 我不得不说 全人神的信徒 真的非常的积极 他们会很细心 很关心你 让你能够 接受他们成为朋友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警醒 千万不要 给魔鬼留地步 给全人神 有接触你 我们的机会 不要以为 我们信主多年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 就不会被迷惑 坦白说 他们洗脑的工作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让你在 不知不觉当中 认同他们 甚至会产生 对牧舍所教导的 圣经的教导 有所怀疑 最后 你们就会 迷失在他们当中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的要警醒 我们要谨慎 在命指数上 当你们接受 信徒朋友的邀请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 凡是没有人头照 看不到面孔 或是只有一两张面孔的 而且地址都是在海外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 而且他们的主页当中 有许多的圣经的图片 以及风景照 而且他们会常常分享 他们经文 经文 以及解释 不要怀疑 这些都是全人神的信徒 我曾经把这些的邀请留下来 想要看看 数目有多少 结果在一年里面 发有将近五百个的邀请 这还不包括在这之前 或者之后被我删除的 所以从这一方面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 他们非常积极地在网络上面 来影响信徒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谨慎谨慎 提防全人神异端的入侵 好 我们非常谢谢 这个林长老 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经验 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要远离着这些异端 那现在我们还剩下的时间 就是来到最后的环节 就是问题解答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 谢谢 院长 跟志光传道 他们愿意 在我们当中 来给我们这方面的解答 那么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 想要发问 你可以继续在YouTube里面 继续问 那我们可以知道你的问题 那按照事故前呢 我们已经收到好几个问题 那其中一个就问题 有关于这个链 大概是指我们这次的 这个直播的链吧 过后会在YouTube找得到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不用两位讲也会回答 是的 这个好消息 我们会把直播的内容 过后呢 我们都会放在 马胜的网站 还有马胜中文部 校友会的网站 以及 这个飞鸽传播的网站 那你们都可以继续在 这些网站里面 能够拿到这个资料 好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 要如何分辨一端的App呢 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KPK请 梁传道尝试来回答一下 这个App呢 其实在 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是那个卫理工会 东马呢 已经有一个Database 所以呢 你要把名字 打入这个Database 有App 有Facebook的Community 等等 还有个人的等等 所以呢 你也不要觉得 这个名字是 一定是一端 它会变的 今天是这个名字 它会荒唐不荒药 我也鼓励 不要弟兄姐妹 教会 不要把很多的list 放在你的教会的网页那边 你的Facebook等等 弄到你的Facebook很乱 所以不如你教导弟兄姐妹 用这个Database 好的 谢谢 那么 鼓励弟兄姐妹 可以过后 在我们的网页里面 可以看到那个地址 要怎么样去审核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 是问起 如果不小心被东方闪对的人 将面子书聊天 他说最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或者怎么样影响人家路 要不要我也请 这个梁传道来解释一下 当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 首先他会跟你了解 信仰 特别 他可能有同一个话题 就是知道你是从来的教会来的 然后可能你听过你的牧师讲到 因为你们的教会 有post教会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谈同一个话题 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说 有补充 跟你牧师讲了 有补充 他的会更好的 你的牧师讲了 是过时的 就是从他们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圣经 画在那个肉身写线那边 慢慢抽出来 慢慢给你吃 给你吃 而且给一些文章给你 他们的文章也是很狡猾的 有我们的圣经 有经文等等的 然后慢慢 后面他们就来了 有经文说 有文章说 他们的文章 他们的经文 就是从他们的一端 那个经典出来的 让我们去慢慢消化洗脑了 好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是 有人问 他们的发言地是在哪里 那我请院长来回答 是 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发言地 那其实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说这个电从东边发出 所以这个东边就是指中国 不过呢 因为中国在好几年前就把他们判为邪教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东方闪电真的闪到世界各地区了 当然很明显也闪到我们马来西亚来 好的 谢谢院长 那么刚才这位林传道也告诉我们说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他们的信徒或者他们的联络人 那有人在问了 多发闪电在马来西亚有没有堂会 那信徒都是马来西亚人吗 等等 请阳传道来回答 曾经有流传说 在马来西亚有他们的教会 然后他们的十字架是黑色的 然后过后又说这个教会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是传闻了 没有一个很公开的教会 而且也不一定是中国大陆的人 刚才我讲过了 本地人也是在受影响着 所以这个我很肯定了 真的也有Dotting等等 显入我们的教会 好的 谢谢 另外的弟兄姐妹问 有关于刚才梁传道提到DVD 那么在online 它的名字是什么 请你回答一下 我的online叫做飞隔传播频道 你可以打中文 还有打英文 Dovecast 当然你也要subscribe 支持我们的这个频道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要是有家人 进入了东方闪电 这个成为他的会员 那么要怎么处理 我想他很担心 可能是要问 要怎么样把它带出来 那么我就请梁传道 你也回应一下 其实我很多资料 都是从香港那边来的 他们已经遇过 很多这方面的 刚才我说 我的好朋友 他的母亲 就是他的家人 很亲的家人 再进入了东方闪电 怎么办 所以呢 他 我问他 如果你再次 失去母亲 怎么办 因为我把你的母亲 的异端 公开出来了 他跟我说 我本来也是没有母亲的 我宁愿再次没有母亲 我要让教会知道 这个异端 不要受影响 再次影响我们的教会 所以他哭了 我也哭了 所以 当然我不是教你 六亲不认 不是跟你 的家人断绝 关系 首先你不要 感到内疚感 所以家人 相信异端 不是你的问题 你要为他祷告 而且你不要 感到孤单 这些资料呢 你打在谷歌香港 已经有一个机构 叫做 信心 宗教关怀 事工 的一个page Facebook 还有那个网页 我会打上来 让大家知道 那边有很多寻求 能够帮助这方面的 马来西亚也有 马来西亚异端 情报中心 背后有很多 牧者 还有顾问 在帮助马来西亚的教会 好 谢谢 看来 弟兄姐妹 所问的问题 比较多都是 怎么样去处理 比较实际的问题 对于神学的课题 却比较少 那接下来 有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 可以在网路上 直接探讨 或者反击 东方闪电吗 是否需要有 任何的防备措施 或者说 比如说 教会的保护等等 那我也请 两传道来回应一下 首先 你做这个工作 你要知道 很多牧者 传道 包括香港 台湾 还有马来西亚 都不知道 他们是一端 甚至是神学院 在读着 很多神学的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除非神护照 你这样做 或者除非 你在马胜 读过一段研究的 你有把握了 才跟他们对话 我们有很多工作做 现在线上 机会也很多 我们要忙着 教会的东西 如果你不是 特别护照 你不要 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免得你反而 被他们影响 好的 谢谢两位讲员 给我们的 分享 甚至给我们的回答 那由于时间的延估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一回答 所有的问题了 因为九点钟 就快要到了 还剩下几分钟 我在这里 要做一个总结 那么 那么首先 我想很开心的看到 有很多东西 愿意积极的回应 让我们可以 也有这样的交流 和对话 那是非常棒的 我相信还有其他人 也会有更多的问题 想发问 可是我们时间的不足 我们没有办法 解答所有的问题 因此呢 我们想建议 问问大家 如果我们有机会 再多办一场 在讲解有关 这个 怎么样 抵挡异端 可以有不同的 讲员参差 或者多一些 讲员 那么 然后呢 同时有问题解答 不懂大家的回应 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很棒 很期待 那我们想建议 如果是可以 放在后天晚上 星期一 就是 4月27号 晚上8点到9点 要是你觉得 这个时间很棒 你也期待 我们能够再办 多一场 那么我鼓励你 在这个YouTube里面 放一个赞 或者说yes 那我们工作人员 就知道 你们的期待 一分钟过后 我就会报告 我们会不会 继续再办这场 好吧 你们的反应 将决定 我们会不会持续 再办这场的 这个座谈会 还有呢 接下来我想 要做一个报告的 就是 我们所有 刚才所说了 这个 现场的讲座 还有回答 都是有录影的 所以这个你放心 你可以过后 也继续在不同的 网站里面 刚才我所说的 那三个网站 可以继续收看 你可以使用 这个网站 介绍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有机会 更多的了解 我们也会尽快的 在最快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 把它放到 这三个网站上去 那另外一个 好消息要报告 李明安院长 他非常愿意的 来帮助 弟兄姐妹 怎么样更有效 来抵挡异端 因为不只是 东方闪电 可能还有其他的 异端 也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那么李院长 他愿意 免费授课 有四堂 他愿意抽出 四个小时 就是每一次 一个小时 四堂的时间 在网上 谢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时间表 如果你说 是的 你期待 愿意参加 这个课程 这是免费的 不过需要报名 请你可以把 QR Code 或者是 网址的 你写下来 到时你才报名参加 可以吗 那我们非常 要谢谢 里面院长 愿意抽出时间 甚至也来帮助我们 在非常时期 怎么来应对 这是非常棒的 我们要谢谢 最后呢 我想也要再次 谢谢两位讲言 特别是李明恩 博士 宴长 还有梁志光传道 你们的分享 从神学的角度 正经 真理 回应 加上实际 所接触 和面对的 帮助我们 我想有很多的了解 谁知道 要怎么去面对 那么 希望我们 每个人 都能够 都从中 得到帮助 得到激励 好 我想问一问 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知道一下 到底有多少个人 回应 表示说 他们愿意在 这个礼拜一晚上 要还是不要 那我们来看一看 有吗 有答案了吗 我还没收到答案 那么 过后呢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将会 有一个音乐 继续播放 也把一些资料 放在线上 你们可以慢慢的 能够拍 或者是写下 这些重要的 一些资料 那么 是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 很多人都说 like 喜欢 期待 那如果是这样 我就在这里宣布 后天晚上 星期一 27号 8点到9点 我们仍然会有 这样的一个 座谈会 欢迎你们 把这个资料 分享给大家 等会我们的 技术人员 就会把这个 网址告诉给大家 就是这个网址了 那你们就可以 拍下 或者到时 你们可以进去 可以分享 非常谢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请 马来西亚 圣经神学院 这个中文部 校友会的主席 就是梁瑞法牧师 来为我们 做一个结束的 祷告和祝福 我们要把 荣耀归给上帝 让我们在 这个小时 能够顺利地完成 我们请 梁瑞法牧师 为我们 祝福祷告 我们同心的 低头 祷福祷告 十倍年明 爱我们的 阿爸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 赞美你 因为你是 细在近在 以后永在的 全能真神 我们感谢主 你自己的话语 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末后的日子 必有那些的 才狼 披着羊皮 进入羊圈 进入教会 进入信徒当中 来做这个 迷惑 做这个 努力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今天晚上 你为我们 预备这个 宝贵的讲座 让我们能够 透过你的苦人 能够让我们 能够听到 如何的繁范 如何的 来谨慎 撒旦魔鬼 如同 这个的 哄叫的狮子 进入人群当中 来 寻找 可吞刺的人 主要我们 求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这个警方 一端 学术的 这个的 认识上 能够更加的 有追求 有更加的 有深度 透过 这些的 讲座 透过 这些 书籍 能够可以 帮助我们 预防 这个东方 闪电 冒名 冒着教会 的 进入信徒当中 说主要 救我们 脱离 也帮助我们 不要受到 迷惑 我们要 守着 这个真理 守着 这个真道 值得见 主的面 说主要 保守 我们众人 让我们众人 都能够 成为神里的 儿女 我们深深的 知道 这是非常 宝贵的 一种的 名分 除了 主耶稣以外 没有赐掉 别的名 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 我们可以 靠着 得救的 所以主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蒙恩 得救 并不是偶然 乃是主 你自己 在永恒的 计划里面 已经捡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 可以守着 这个真理 直到 见主的面 主 谢谢你 给我们 这宝贵的时间 一切的荣耀 感恩 称送 赞美 都归于你 愿我们一起的 来领受 主你自己 继续在我们 前面里面 做我们生命的导航 来引领我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 丰盛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团契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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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的出席 记得 星期一晚上八点 我们继续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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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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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也停了是吗 慢一点点 慢一点点 慢几秒 不好意思 刚才去 感谢主 感谢主